长江是我国第一长河,亚洲第一长河,世界第三长河,它全长6387公里,年龄2亿岁 长江干流,流经,青海,西藏,四川,云南,重庆,湖北,湖南,江西,安徽,江苏,上海 共11个省级单位,长江流域面积180万平方公里,占我国陆地总面积的五分之一 长江流域有四亿人口,它的净流量占全国水资源的三分之一,它孕育中华,滋养万物 万里长江从西部的雪山走来,向东奔腾万里入海,它的身上有太多秘密,有太多知识点 是每个人学语文,历史,地理知识都绕不过去的存在 长江发源于青海唐古拉山,山南边的托托河是长江的源头 长江流经五大地理单元,青藏高原,横断山区,云贵高原,四川盆地,长江中下游平原,跨越三级阶梯,东西海拔最高差6000多米 长江源头到湖北宜昌为上游,宜昌到江西颇阳湖口是中游,湖口到崇平岛,也就是入海口是下游 长江的每一段都有专属的名字,光上游就整个仨名,土豆河,通天河,金沙江 通天河因为于世界屋脊青藏高原上,所以得名通天河 全长828公里,西游记里唐僧师徒四人坐龟背上过河落水晒经书的桥段就在通天河 金沙江,因为水里的沙土是黄色而得名,金沙江的虎跳峡段垂直高差3790米 是万里长江第一大峡谷,也是世界最深峡谷之一 中下游的长江虽然叫长江,在不同段也有不同的名字 四川宜宾到湖北宜昌叫川江,重庆凤杰到湖北宜昌的三峡段叫峡江 湖北支江到湖南岳阳之间叫京江,江西九江一带叫寻阳江 白津义不约过吗?寻阳江头夜宋客,枫叶笛花青涩涩 安徽境内的长江叫晚江,江苏南京下游的长江叫阳子江 长江是一条自然的河,也是一条历史的河,更是一条人文的河 九百多年前,北宋词人山东老铁李志仪面对浩瀚长江动情写下 君住长江头,我住长江尾,日日思君不见君供饮长江水 长江共有八大支流,从西到东依次是亚龙江,明江,嘉陵江,乌江,原江,湘江,汉江,干江 有意思的是,每个支流跟长江的交汇处都会诞生一座举足轻重的城市 咱从西往东排排座挨个说 亚龙江是西部最大的一条支流 它跟长江的交汇处形成了全国唯一一个以花命名的城市,潘子花 请记住潘子花,它是万里长江流经的第一座城市,它是蜀南门户,高原岗城,繁泰之都 潘子花还是全国有名的芒果之乡 明江跟长江的交汇处形成了四川宜宾 注意,花周年,对于长江,宜宾是一座特别重要的城市 它是万里长江第一城,因为从宜宾开始,往下游走长江,才正式被称为长江 宜宾是著名的白酒之都,喝酒的都知道 通过明江,长江造福了四川,明江上的渡江宴有2200多年的历史,灌溉起了卧夜千里的城都平原 嘉陵江,乌江跟长江的交汇处交织出了中国经济最强的山城,重庆 其中,嘉陵江与长江交汇出了重庆的朝天门,成了重庆最大的水陆客运码头 至此,水面变得无比开阔,正式开启了长江,黄金水道的身份 乌江与重庆交汇处是重庆福岭,你需要记住这是一个乍赛特别有名的地方 福岭往下到了重庆凤杰县,再次花终点 凤杰是重庆的东大门 凤杰有个白丽城,刘备曾在此脱过孤,李白曾在此淫过诗 周慈白地踩云间千里将临一日还,也成了凤杰边上赫赫有名的三峡第一峡,曲唐侠的slogan 说到了三峡,每个中国人的心中都有一个三峡 从重庆凤杰到湖北一昌是三峡段 从西往东,意思是曲唐侠,乌侠,西陵侠,绵延四百里 在古代,三峡段一直被称作生死路,它吸引了很多诗人来此复诗 曲唐侠全长八公里,是三峡最短的峡谷,也是最险的一段 常年云雾缭绕,从重庆乌山县到湖北八东县是乌峡,全长46公里 当年,河南老铁远枕最有名的曾经擦海南维水,除却乌山不是云,就写在乌峡 河南老铁杜甫四百多首诗也写在这一段 兴随平野阔,灭涌大江流,无边落幕萧萧下,不仅长江滚滚来 都是杜甫关于长江的记忆,从去年的老家湖北紫龟县到湖北宜昌 是西陵峡,全长66公里,是三峡最长的一段 宜昌安放着世界上最大的水利工程三峡水电站 注意宜昌对于三峡又是个特别重要的城市 宜昌是长江上游和中游的分界点,也是我国二三级阶梯的分界线 宜昌被称为三峡门户 宜昌往东,是长江滞流原江 它是长江流经洞庭湖的滞流,交汇处形成了易阳市 洞宁湖古时候叫云梦,是我拐水量最大的通江湖泊 湘江与长江交汇处形成了岳阳市 岳阳市有岳阳楼,先天下之游而游,后天下之乐而乐 是范仲淹写给岳阳楼的名句 顺着岳阳再往东去是湖北的县级市赤壁 当年孙牛联军丁曹操在此干了一仗,史称赤壁之战 那是古代历史上第一场在长江上进行的大规模江河作战 再往东去长江最长的支流汉江,与长江交汇形成了武汉 江边有黄鹤楼,是江南三大名楼之首 李白在此写下,孤仁西斯黄鹤楼烟花三月下阳洲 在往东,来到了江西 干江跟长江交汇处形成了国国第一大淡水湖,派阳湖 边上有一个城市叫九江,派阳湖边上有庐山 庐山有人文圣山的美誉 历史上曾吸引了三千多位诗人流连忘返 留下了一万六千多数诗词 李白沿着长江,从西到东赴了一路的诗 飞流池下三千尺,以此银河落九天 是李白送给庐山的名片 从九江往东,长江进入安徽 过吴湖安庆马安山,他把安徽分成了晚中与晚南 使出安徽的长江进入江苏地段 第一站是六朝金陵帝王都南京 自此长江便进入了长三角经济的核心地带 长江把江苏切成了苏南苏北 沿岸的扬州,镇江,无锡,苏州 成了九福盛名的鱼米之乡 自从京航大运河开通之后 就一直是舞台上的C位 大江东去浪潮地 最终长江在魔渡上海 结束了万里行程 古老的长江一路奔腾 切割出峡谷,灌溉起卧夜 一路山川名胜,一路文化历史 啥也不说了 为母亲喝,喝一个吧 喝沙吧